现在我们这个番茄已经结束了 开始拔羊以后进行做秋盐后番茄的种植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棚 非常简陋的棚 棚是简陋 但是每年给我们创造效益还是可以的 关键就是你在种植方法 在产品定位 还有销售 各方面 这个是关键的 不在意棚的好看不好看 像这种大庄 或者是用种植枣 做这个无土栽培 在换茄的时候是非常快 非常简单 非常省钱的一种方式了 但是在我们换茄的时候 还有些问题需要去注意 如果你做不到位的情况下 可能会影响你下一刹的产量的 包裹这个袋子 你看 都已经把这个番茄秧全部清理掉了 清理掉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机制里面存有一些根系 就上一刹番茄的根系在里面 那么这根系清理掉不清理掉呢 建议我们不用清理 因为你要清理的情况下 你投入的人工费用太高了 不清理就留到这里面 但留到这里面以后呢 一个是作物的一个自毒现象 从根肩之后会分泌一些自毒 会影响你下一刹的番茄 再一下这种根系残留以后呢 雨水会产生一个自我发酵 那么这种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你下一刹 它这个作物的生长呢 所以说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 就是把这个 羊子清理完以后呢 就抓紧时间了 要清洗我们这个机制 用水清洗 清洗完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 杀菌这块实际上都比较简单的 多菌灵复美双这样的 是一个万能的杀菌基药 并且呢 它还有一定的促进根系 后期根系的生长 通过这个杀菌的处理 然后 第一个是把病菌这块 杀没掉 第二个呢 你又可以去促进 下一条根系的生长 所以说通过这两种方法呢 处理以后呢 再去再番茄 那么番茄生长和新的机制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啊 这一条根系列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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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